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Minimo如何领取第二次奖励 领取第二次奖励要做两个工作 验证账户和确认钱包 请朋友们切记 这两个准备工作一定要在2023年10月22日之前完成 接下来我们打开注册Minimo时使用的邮箱 10月10日的时候 邮箱里收到这样一封邮件 打开 翻译一下 收到这份邮件是因为奖励账户之前已经经过验证 并且已经领取了第一笔奖励 第一笔奖励是75个Minimo代币 领取下一个奖励的时间已经到来 这里有几个步骤 首先Minimo的版本要在1.0.37以上 在这个版本之前的任何版本都不能领取奖励 所以首先要升级到1.0.37版本 由于Minimo后来的版本不能录屏 不能截屏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照片 向朋友们演示一下 屏幕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界面打开 Dev.Star 然后点击中间这个地方 带入图标的这个地方 来到下一个屏幕 安装一下最上面这个名称的这个应用 点击安装就可以 这是我的第一个截图 我们看一下 我已经安装了这个应用 就是这个应用 打开这个应用 来到这个界面 点击继续 这里要输入邮箱和密码 这个密码是我们 验证Minimo账号时使用的密码 不是邮箱的密码 我测试了一下 这里的密码要重置 使用以前保存的密码 一直是提示密码和邮箱不正确 所以这里要重置密码 点击下面这个选项 忘记密码 然后输入邮箱 确认 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 在刚才的邮箱里面 会收到一封邮件 如果在收件箱没有 就打开所有邮件 在所有邮件里面 就收到了一封邮件 复制类似于 这一串文字的验证码 这就是验证码 复制以后 来到这个界面 填写在邮箱里面 收到的验证码 然后重新设置一个密码 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以后 密码设置完成 返回重新登录 登录以后点击继续 就来到了这一个界面 下面这一个是钱包地址 minimum的钱包 有64个钱包地址 这是其中一个 第一次验证账户 得到75个代币 第二次验证 也就是再次 也是75个代币 来到再一步以后 在这个页面下面 有一个确认 点击确认 再次点击确认 就可以了 这里提示 已经确认了 钱包地址 支付 支付将从10月23日开始 一周内完成 下面是节点的版本 1.0.37 再次强调一下 低于1.0.37 这个版本 是不能执行刚才的操作的 要查看钱包地址 打开钱包以后 点击 左上角 三个横线 这里 点击 接收 receive 这个选项 这里就出现了 钱包地址 点击这里 会显示 所有的钱包地址 以上就是 Malima领取 第二次奖励的 简单的操作步骤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提醒朋友们 确认钱包地址之前 一定要把区块 更新到最新 如果区块的节点 不是最新 会提示 确认钱包失败 所以在确认 钱包地址之前 一定要首先 把区块 更新到最新的时间点 朋友们 在具体的操作中 碰到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 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